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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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歡迎進入我們的第二節 仍然都是由我,Jerman 和紅瓦仔 如果轉了別人就害怕 突然間 Garry,為何你在這裏 可以KeyGarry在後面 在後面 回光版面 說回這場球 說回聖伊天那場球 其實我會這樣想 其實我們現在前面講完了 現在後面 我講一點龍門 因為羅美露現在七場clean seat 沒有失球 其實是挺有趣的 兩個龍門 都表現得這麼好 甚至有人說 如果羅美露 下去中型球會 基本上是打硬正選 但摩連盧說 很希望他留隊做後備龍門 他肯不肯 因為始終他都是 阿根廷國家隊的現時正選門長 我覺得他肯 但他肯不肯 現在馬聯賽後面沒有影響到你的 國交隊的正選為之 也是做正選 沒有第二號龍門 沒有所謂 出到來又有表現 如果出到來後面沒有表現 又出到來又出場 不失球 可以了 我想他輸給迪基亞心甘情願 心服口服 那也算是 他的表現 老實說他真的有表現 雖然剛剛第一球球了 當然被人滑 雖然被人撲了半個空氣 但我想討論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整個後防 中堅上一節都說了 大家都雙案無事 Touchwood 說一句 其實沒什麼傷患 那四個都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討論一下 你覺得如果真的被你選 我當中堅就是選兩個 選哪兩個呢 我想 你快了 你快了時間休閒 你不要慢慢扯 我們很趕時間 時間只有這麼多 拜尼答中司 我會這麼想 拜尼答中司今季好像很少出現過 沒什麼出現過 因為 你亂說 你沒有什麼證實 我不是沒有什麼證實 我告訴你 一個是 其實中司是比較衝腸型的人 他負責衝 拜尼負責包 其實這個標準是挺好看的 我會這樣想 因為其實史摩寧和中司是同一類人 我一直都覺得 你明不明白 我就是覺得奇怪 你知道金場球 或者其實也挺長的 史摩寧回拜尼 本來季初很穩陣 拜尼可能多些負責飆球 反而史摩寧就在後面鬥 但是近幾場 或者今場都是勝意天 你看到幾球 好像兩個都不敢飆球 你飆吧 我在後面鬥 那種感覺 我覺得其實他們兩個一起 不是真的這麼合適 只不過他們兩個 比起樂河和中司 身形優勢大一點 高大一點 只是不容易傷 老實說 樂河和中司兩個 現在基本上 我等到Touch Through說過 又是幾時傷 我真的看一場驚一場 但是我真的 你說迷信也好 中司和樂河的組合 回答出來 我不理你 你說一個多傷 一個又瘋癲癲的樂河 但是出來他們兩個 就真的夾開 二加二等於五點二 那一陣子真的沒有犯錯之餘 成績是升上來的 就是一加一等於五點二 他突然間有些 chemistry 突然間夾起來 已經有多好看 我們季初完全是想踢渡河走 但是我現在反過來 我有一點點刮目相看 我和樂河有一點點刮目相看 怎樣說 我一點套入摩連盧的想法 最重要是後衛就是防守 中司他曾經說過很適合他的心意 樂河的好處就是 他都知道自己的球底不好 他每次都清掉 我看英超的解圍榜 他萬聯是No.1 但他當然不是最高 因為萬聯始終是主攻 但他在萬聯來說 我家為全都看到 他經常的球飛出去 他都不管了 死得踢出去 燒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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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算 是穩陣的 那就下柴仔波 好過有時候白蘭達那些 死都要在那裡搶 都不出 所以如果真的說我的位置 你說左閘位 我就覺得 目前我不想白蘭達最大左閘 如果真的選 我想選 達米安多些 其實我們說回左閘 因為中英說完 說回左閘 其實 今場勝伊天是出白蘭達的 但是 其實在英超 大家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 白蘭達成為我們萬聯的 進攻 就是人家進攻的弱點 就是在那裡搶 他組了兩場 屈福特和李成 人家明爆你那邊 就算你跪初也是這樣說 老實說 白蘭達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件事 就是轉身慢 這件事是他最大的弱點 你說在中路包的路數 其實他有 我們不能忽視到他的隔離 但是很可惜他放在左邊 絕對不能 如果那個球是 大家在那麼高那麼大 人數相弱的情況下 白蘭達做到延避的作用 他可以一直拖著你 他不會輕易去飆球 這是他的優點 也是他的好處 但是 沒有辦法 真的速度太慢 人家真的跟你擺明 有保持距離 等你過來 他一飆一爆過推 你追不到就追不到 那麼 達米安我不是說他快 但是他比你快 就是這樣說 唯一是這樣說 還有達米安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回身那一刻 還有他安於本分這件事 我覺得是 當然白蘭特安於本分 但是安於本分得利 他不能做到本分 但是起碼達米安安 是安於本分之餘 他是做到本分 是的 起碼他追到 起碼他攔截到 但是白蘭特有時 他真的慢到 他拖一腳那一刻 就被人飆掉了 張文你覺得 其實現在摩魯 我認為他比較偏向用白蘭特 比達米安多 所以現在就不知了 原因在哪裡 是不是貪他的做球能力 助攻能力 控球能力 我這樣想 其實如果擺 我又用回那套理論 把白蘭特 控回中路 而學習Carrick Huck的踢球模式 其實是可以的 他可以做的 因為 因為這場球大家知道 上每場踢到一劈屎賢之後 費蘭尼就被換走了 是的 就換了連加特進來 其實呢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有個位置要鬥著 我當你 赫里拉 拍著旁邊一個 可以是普巴 或者你普巴想退前的時候 你旁邊的是誰呢 你用費蘭尼死定了 費蘭尼加赫里拉OK的 但費蘭尼加和普巴一起出 兩個 就經常不知誰上誰下 兩個都覺得 我防守又怎樣 他兩個記住 他兩個都覺得自己防守是進攻最好的 進攻方面他兩個防守最好的 費蘭尼有太多自信 因為我很記得 季初有幾球球 失球或者沒有人記錄 其實就是他們兩個誤會了 平排了 不知道全部是誰 不知道誰去記錄 誰去鬥 結果糟糕了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是這樣 白蘭特 嘗試一下那個位置 是啊 費蘭尼的角色呢 嗯 我知道很多球迷叫他快點 拉斯格勞的了 他很慘的 逢親他Instagram那些出相 下面的全部都是 You're a cheat player Bow the hell 發快走 那 怎麼說呢 我覺得沒有說可不可惜的 他留在這裏 有他對於球隊的作用 但是他的角色跟其他球員有些不同 就是你可能 我當作左右翼那樣 馬斯亞 連加戴 華爾斯科 米特安 你可以換來換去 就是打一個位置 但費蘭尼的角色呢 呃 他不能夠頂替誰 你不能夠頂替卡綠克 他做不到虛里拉的東西 他是做不到普巴的東西 沒錯 他出來呢 我認為他是 摩連流其中一個戰術上的變動 就是出來呢 就是真的做其他事情 可能過來頂啊 過來揮過去 他是有一個作用在那裏 但是他就是真的變化的了 如果你說要改變戰術 或者改變形勢 是靠他 但是如果你說我輪換 我現在歐霸杯 我換出來找另一個 踢一下這些位置 對球會亂了 真的有點亂的 所以反而我挺欣賞他 呃 上季 有段時間 如果要派出來是打工中 衝來 從前方後面取來取去 也OK的 但是現在在我有人腳下 我有馬達 我有米希達恩 我有普巴 我來用普巴 我都不用費蘭尼打工中 是嗎 事實是 老實說 費蘭尼之前都說過 我之前說過 他是本身打工中出身 他的防守意識一定比較弱 相對來說 還有 你真是九到八十一斬的時候 衝過去 當然是找費蘭尼做設定 所以我覺得費蘭尼在這裡 後備 真的有用 你七個位置 有一個是他 你真的 我剛才說 伊巴入球的人分擔 我不是說要費蘭尼做第二射手 不是 但是你真的找人要頂的時候 你可能後備出來 打雙箭頭也可以 我今季只見過一次 打過一陣雙箭頭 就是華舒福排在中間 跟伊巴一樣 一陣子 其餘沒有 這個會不會做得到呢 會不會見到呢 我希望見到多些變化 我想我對於這個組合的期待 我不管是伊巴等著華舒福 或者是費蘭尼也好 那個期望是高於朗尼拍伊巴 因為朗尼在我心目中 有位置的 後備 而且呢 我覺得近期 其實一陣子都沒有出 近期 再早一點的前期 出來打中場左邊其實不錯 那個感覺 空波做波 所以 雙箭頭都說 對球的板爭深度真的很足夠 你出來後 有很多戰術會變化 我不想見到 曼聯要改變戰局 或者進不了球的時候 變成馬斯亞不行 換過華舒福 同一個套路 只不過換了另一個 好力一點的跑 是可以多一點嘗試變化 這個摩尼羅 我想他還在摸索 摸索的 但是我老實說 現在 剛才說回馬西歐那樣 正正現在說 說回馬西歐的軌跡 沒錯 你過了Part1 拐回去Part2 因為軌跡 因為軌跡涉及後防 現在達米安做工不到 那未看Part1 其實馬西歐在前面怎樣攻 反過來 阿達米安是安守本分 其實在左邊來說 我已經是適合 但是如果白蘭特 老實說 甚至馬西歐 甚至兼顧中場第一山澤線的防守 我覺得未必適合 老實說 這個年輕人 其實二十二三歲 我覺得他真的需要 去堅強自己的心理狀態 因為你現在這樣 情況下 摩尼羅人批評你兩三句 你就更加意志要消沉 甚至連踢都沒得踢 而預備組都不見他 其實是否真的 那麼弱得那麼緊 還是你的腳本身的傷患 是否真的仍然那麼差 因為連後備籍 預備組都不見人 所以那個 就是摩尼羅對他的耐性 我想真的有限 其實如果你夏季 他熱身賊得不好 我建議你可以賣走他 你設定回購也好 愛借也好 你不要有個人在 但是用不到的 不知怎樣的 不可以的 我舉個例子 這樣說 現在你 萬聯友的兩隻閘 大米安或者白蘭達 其實他的感覺就好像 我們昨天說阿仙奴 你阻集你出夢 你將孟維爾或者傑比斯 孟維爾路數好 但是慢 然後傑比斯是快的 但是不懂得防守 你出來一些太明顯弱點 你對著拜仁 你打諾斌 你出哪個都死 現在就是 我告訴你 我當我打大戰的時候 你出大米安也好 出白蘭達也好 我就覺得大米安比較穩固 但是大米安 打英超 我覺得除了上一季 來到頭一個月 踢得很好之後 之後我也是爭辯 我覺得他踢右閘好一點 但是沒辦法 你右閘是華蘭西亞 鐵膽 鐵膽來的 你用大塊蟲子頂住 那分鐘你真的防守 你紋沙更好 那倒是 可能的 真的 你出球 大米安叫多半隻左腳 半隻左腳出球 可能有一下 這個意思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曼聯的陣容上面 我不是唯一 其中一個小小的缺陷 比較明顯的缺陷 每次開球前看陣容 看了一看 不是看了一集 我看看對面右翼是誰 你看了右翼我就知道了 對嗎 接下來馬仕亞就不用上那麼多 你在後面幫忙回防 但是馬仕亞的回防精神 一向都有 他意識很好 有的 經常性都回防 這個很欣賞這個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最後機會變了楊格 可能過了幾年 變成閘 馬仕亞變成閘 當然啦 他沒有離開 沒有去中超 沒有去中超 我欣賞楊格 他出來 怎麼說呢 雖然我剛才說 我不是要期望一個 左楊打左閘 但是他出來 其實分分鐘 我說我佔實執行性 服從性 他是可能更加對 摩連盧融 因為我感覺到達米安 很多時候的防守上面 可能拿了一些黃牌 或者某一些行為 我感覺到摩連羅不梅 所以經常性出出來 都會換走他的 他踢不足 那個感覺是 很差的 你覺得 又踢不足 這樣他又浪費了一個名額 我想這些領導是很不喜歡 一定要逼著換這些人走 你覺得他有些愚蠢的犯規 或者愚蠢的處理 我記得有起碼一至兩次 是半場換走的 柳王牌 你明白什麼事情 一個後防球員 能夠在半場換走 除了受傷之外 就是踢得不好 所以 達米安 其實在曼聯的前途 都有點危 要努力一點 但我覺得他的防守 既然有 好像很卑鄙 其實不是 其實人緣是足夠的 我不是說這班球員很差 但 始終各有少少的隱憂和缺點 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是想放大這件事 而是我們要關注究竟怎樣去求變 或者怎樣去補充 這件事是摩連奴現在都在想 因為我們以前都曾經說過普巴 原來打後一點好一點 現在真的要做 我想到 說你的組合 中堅你用拜尼加中 左閘我用諾河 違憐也是 不好 諾河打左邊 如果純不作弓來的話 諾河都可以合格的 我想 看吧 無論如何 不要那麼卑鄙 變成兩個人在發瘋 搶我 我們左閘 其實很多人都踢到 但是 這個地方我想是摩連奴要確立 我們最後的總結就是 摩連奴需要找到一個 他認為信得過的人去左閘 因為我認為 其實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從季初來到 到沒有幾乎我說 你需要確立一個正選的陣容 慢慢慢慢摸到 譬如我們說 朗尼決定用還是不用 我們希望他打後備 打後備 真的冷攻 普巴 踢10號位 我覺得不太對 放後一點好一點 OK 那時候也有球迷問過 馬達和馬兄弟能不能共存 因為本身馬達 過往都是打右邊多 但是其實他踢10號位 踢過也是適合的 出來現在又OK 有兩隻摩打 變成那個固定陣容 其實已經有在 匈里拉 普巴 變成卡維克的重要性 突然間又相對沒有那麼大 因為 隔到 老大哥 現在做了一個經驗的角色 在大賽中 沒有 沒有 其實 真的 你不能夠忽視 卡維克的作用 就像拜人入面沙比的作用 你旁邊有 維杜爾 艾拿巴 艾特杜蘭在那裡走來走去 他就能夠幫你做很多球 最後攔截那個就是他 所以卡維克在那裡絕對有用 不知道今年是否最後一季 希望可以延長多一個 這些鬼沒再說 再說 先關注了捉獎盃 對暴力盃流浪 捉獎盃 捉獎盃對暴力盃流浪 再跟著最重要的那一場 對三人輪 聯賽盃那一場 先拿個杯子 現在最好的消息就是 我們上一集說 萬聯踢歐巴盃 之前分組踢完之後 聯賽盃流浪 現在好一點 因為你手循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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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行 我八杯之後就是決賽了 那是 叫做贏三比零 那你叫做 次出雲環可以 相對輕鬆一點 那你週中 打過次出雲環可以 出少一點力 但是都要 都要作客的 那可以淪換多些球員 那正常是 真的讓球員休息一休息 一休息一休息 要休息一休息 哦 你沒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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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休息一休息 只是休息一休息 我記得 之前杯賽 是 是 不夠的 我覺得讓他休息一休息 全力在聯賽盃決賽 對 贏了一個盃子回來 真真是氣 然後再拼下去 入席 三四五月 我們真的 下一集 就是聯賽盃決賽之後 會錄影 沒錯 贏輸也很多 當然希望 贏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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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今天 我就 在這裡 在這裡 在心中 我也是 對 通常我也是這樣 為什麼搞笑呢 是因為 我記得 多久之前 三年前 我們另一個主持 阿York 結婚 我記得 正常 你穿襯衣 漂亮 這個死仔 他又穿了一件 曼聯紅色的球衣 在底 那時候 那場 結婚的那天 雙紅會 曼聯對禮物浦 贏的 三頭媽 三比零 我還是這樣的 然後馬上 拔出來 瘋了 因為 有人跟我說 這場球怎樣 我就 很興奮 不如我就 就這樣 所以我看你會不會 穿件在裡面 沒有 我今天在心中 今天講到這裡 你們兩個發瘋 剛才 左閘那裏 現在回想到這裡 好噩夢 不要了 算了 我都想大家留言 你們講 你們那個 心目中的左閘 或者心目中的陣容 究竟你們有什麼變法 歡迎留言 有什麼意見 我都覺得 大家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好玩些 越走越好 現在走勢 越戰越勇 四戰 四戰八戰 你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我很悲觀 我怕你說了一落什麼 好了 就這樣 拜拜